北林航空的B7001航班 在德國杜塞爾多夫機場降落 臨近著地前突然加速爬升 向下運大樓方向飛去 令在場有人擔心為恐怖襲擊 事實上 該航班是北林航空停止營運前的 最後一班航班 機師其後表示 降落前兜圈飛行是為了留念 做一個有尊嚴的告別 按下再加速 可以放下 你要再加速